哈喽 大家早上好 哇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雪 看这个地面 哇 这个雪刚停没多毁啊 停了有一个多小时 刚才还刮风下雪了 这个雪量今天能不能出发 我感觉应该也差不多 就不知道城外什么样 这个城内的雪都没有清 路上都压实了 蹦蹦硬 看这个地面 这个路边的话 积雪很深啊 又怕推出去以后 正行车 限车 推不动 走过道应该没问题 我得先去修下车子 那个车子的后刹不管用 就是有油嘛 上面 然后推到车垫 加点油 把那个刹车盘清一下 一层雪 直接给我包起来了 不是下雨就好 下雪的话 简单一清就行了 是更 tabii 是更深的 没有 是更有真心 那么 这么高了 像小券 这有点 隔采 你 已经 清理出来了 这个压实的血呀 有点打滑 感觉也可以出发 应该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这边有个早餐店 吃点饭 点了一个腊肠麻辣面 十六的大份 今天外面真是冰天雪地 两个茶叶的一碗面 美美的吃上一顿 占了一碗面 你不吃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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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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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因为今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好像还要下 所以说这些雪都没有清 估计要等什么时候停雪 什么时候再清了 都压的10时的了已经 不如这些雪都要用那种 抢雪的那种车子 在公路上跑 沿的话起不了太大作用 下这么大的雪 早天晚上要是露营 没有房子的情况下 我估计帐篷都得给我压塌了 其实下雪一点不能 化雪的时候是累了 因为空气里面湿潮 过两天晴天了 可能气温就要骤降 尤其是早上 我感觉这个路我都起不了 打滑 我这个轮胎上面全结冰了 一层冰 它下面实了 走这种软的地方 直接蹲不动 步步的 走那种硬的地方太滑了 应该加个防滑链 但是没有自行车的防滑链 我才走了一点点 刚要出城 这就走不动了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残酷啊 完全起不了 出了一身汗还没出城 才起了三公里 今天可能走不了了 也不知道这个雪什么时候清 反正是今天没清 不知道明天清不清 太阳灰蒙蒙的也不厉害呀 我怎么感觉我雪盲了 太白了都要花眼 要是太阳很高的话 很亮 刺着眼睛疼 肯定能雪盲 这个我感觉这样都会有点要花眼了 哇 这个车子跑得快 呼呼的 看 昨天晚上 踩到底 这还是被风吹过的 我打算回县里 再回我的那小旅馆 老老实实呆的吧 今天 他在这也都会不想 这雪也不惨 不知道明天惨不惨 今天晚上还要下 他这个惨雪的话 又要等他停雪以后 然后完全不下了 才会去惨 希望今天晚上下小点 下小点 然后雪惨一惨就能出发了 这样子是真躲不了 不知不知的 去不了 差点摔死了 哎呦 磕着脚疼 这是撒的盐吗 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这灰色的 全都是碎墨子 这个应该撒盐的话 应该是撒到冰上呀 要不然就是这个雪被捆成这样了 一点也起不了 退了吧 磕死了 刚才差点 今天换了一家旅店 看这边这家怎么样便宜一些 全是去 看我那个轮胎 上面一层冰 明天早上肯定结冰了这个路面 这车子压一天 还能有个好 等会登记 老板出去了 205 今天订了个标间 会洗澡的 哇 看一下房间 还行 洗漱油瓶 60块钱 一个大床 这边的话 也是地暖 全都是地暖的 就在这住吧 出去逛一逛超市 然后找点好吃的 一出来就凉气扑脸 哇 真香啊 哪里有煮大骨头的 对过有烧烤 锦州烧烤 要不然再去吃自助餐 自助餐的话 还有一家55块钱一个人 这边自助餐比较便宜 看看有什么吃的 要找不到的话 就再去吃自助吧 羊肉馆 旋转小火锅 19块9一味 我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个 上面有水果水饺 看一下吧 吃点水饺也行 锅底是零收费的 还有蘸料 还有那些羊肉骨牛肉卷 真的没啥吃的 就一点青菜 还有一点那种合成的小肉卷 什么的水饺 我也没看到有多少 反正是不大堆胃口 一算加上蘸料什么 其实价格也不低了 还不说去吃那55的菜品还多 我走了1.5公里 来到了这边餐厅 这边的话是80块钱优移 然后有20块钱押金 比昨天贵5块钱 这要了一个清汤的一个锅 这边还可以烤肉 今天来的比较早 这里还挺多人的 还能吃一个多小时 9点20的话 这边收餐跟昨天一样 今天这边菜品提权啊 还有水果 产品也多 随便吃 环境还不错 我感觉这家应该要好一些 也是海鲜为主吧 这烤五花 这烤鸡翅 都是这样吃的吗 这边都是一些大鸡 拿了一个鱼桶 烤了点牛肉 先取这点 先吃吃完以后再取 今天有拿的这个烤肉 还有牛腰子 这是那个牛肉五花切的 牛五花 先把这个牛肉片也煮一下 一个烤 一个蒜 今天拿的鱼比较多 先吃点熟食 饿了 多喝鸡 我以为是那个年糕呢 味道还行 有点二二凉 这个感觉 烤的太干了 这真是烤干了 不用刷油 直接就可以 油全部都烤出去了 尝一下 一点油没有了 特别的香 把这些在烤上 差不多了 就不用烤了 拿点酸肉什么的吃 或者是那个机器 或者是那个机器 吃完汗 出来10点钟 完了 今天又开始下雪了 这个下的比较小 今天晚上的话下到明天早上8点 还是有雪呀 这下一晚上不知道这个地面怎么样 反正是没有昨天大 吃饭的时候跟他们餐厅里的聊了一会儿 他们说这边白天的话也不清雪 包括国道也不清 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明天的话硬的头皮也要出发 不管他下成什么样 反正是结冰也好 不结冰也好 反正是明天肯定要往前走 最少走30公里 你不走的话 那他要是下个三两天还弄 这三两天一直都在这里等着吗 是不 街上完全没有人 本身想逛一逛超市的来 这边还有个地下商场 这点现在已经打烊了 车子也不散了 就这样啊 反正是又漂白了 明天早上起来以后再收拾收拾 哇 袖口里面都是了 再压一下 这一天天的 手套还坏了 起初的时候带着不得去 得缝一下 简单缝了一下 反正是缝上就行 能带了 又开始下雪了 等一会儿11点以后 80%的雪 85 一直下到明天早上8点 应该就不会再下了 但是明天晚上会很冷 人家21度 洗和澡睡觉了 明天的话不管是下在大的雪 或者是路况再怎么样 都要往前出发了 往前走30公里吧 有个阵子 一共180公里到通聊 我想坐大巴车 然后直接到通聊的 但是也没有车 只能骑过去了 因为下雪嘛 全部都停运了 没办法 因为我的快递什么都到了 包括睡袋什么 全都定了通聊的 包括腿上的呼吸 因为天冷了嘛 买了呼吸 还有睡袋 我现在这个睡袋 就是有些薄了 定了个厚的 要不然我不去通聊的话 都拿不到 人家在我退了 那就坏劲了 嗯 洗个澡 挂挂胡子 早点睡觉 明天早上一早出发 咱们也路上见 晚安